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7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以后谢谢黄茂三,谢谢富士尚拜德勒的三,谢谢山海印85,谢谢艾勒,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最近有一段关于大爆炸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说俄军在乌克兰使用了大炸弹 看画面爆炸确实很惊人,我们一度也搞不明白什么武器有这么大的威力 而且很肯定的一点是,俄军不敢在乌克兰使用战术和武器 现在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是俄军恢复远程精确打击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战果 他们集中了地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的巴弗洛赫拉德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这次空袭成功摧毁了乌克兰军队为反攻团击的大量弹药和装备 而强国军盟博主的说法更加的夸张 他们有的说俄军击中了乌军两个S300防控系统 有的说不仅如此,连同英国送来的瓶油弹也在这场爆炸中灰飞烟灭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俄军长了千里眼涮风耳,无所不能了 可为什么巴赫木特一个小县城苦苦攻打了十个月就是拿不下来呢? 其实啊,S300防控系统即便是爆炸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另外,大量的常规弹药爆炸不是这个样子的 由于弹药翻成不同的类型和口径 装药量也参差不齐 储藏和密封条件也不同 所以弹药库爆炸一般不是一项,而是连续不断的很多项 有的乱飞,有的断地,有的被加热很久以后才会爆炸 不可能是视频中的巨大的一团 幸好,天上还有高精度商业卫星 卫星照片也拍摄得了该地区发生的猛烈爆炸 这是事发季前后的对比 乌克兰政府称,俄军导弹击中的是巴弗洛赫拉德化工厂 该工厂除了制造包括海王星反舰导弹在内的多款火箭和导弹之外 还储存了等待销毁的SS24洲际弹道导弹发动机和燃料 以及数百万枚等待销毁的地雷 SS24洲际导弹当时是苏军主要的核弹头运载工具 体量非常巨大 看这张照片就能明白它有多大 因此它的燃料爆炸起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 卫星照片表明,该市北部的一个类似机库的建筑物是主要的爆炸源头 谷歌地区的老照片显示 该建筑物的三个侧面都被土质户地包围 这是储存爆炸物的仓库常用的保护方式 而在这座工厂储存了爆炸物的情报,众人皆知 2020年,当地居民接受BBC采访时曾经表示 我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战略设施,里面存放了大量的爆炸性燃料 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停止处理过程 这相当于一个定时炸弹,如果爆炸就会毁灭城市 当时大规模战争还未爆发,居民没有必要编造谎言 由此看来,这里是爆炸物仓库而不是弹药库 综合来看,似乎乌克兰政府的话更可信一些 咱们再看网上传播的各种信息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军营盟播主很多军事知识可能都为零 但是他们编造谎言的尽头可是不遗余力的 虽然我们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我们具备各种常识和通识,总是能看出一些破绽 一般的谣言基本我们也能分得清楚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 无军反攻已经具备了开始的条件 列子尼科夫多次放风 无军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全部完成 天气情况也在不断好转 扎波罗热接下来的一周气温都在20度以上 也没有降雨,地面很快就会干燥 所有人都在等待乌克兰军队发起的反攻 所有人也都不知道无军会在哪里发起反攻 恐怕连拜登和泽连斯基都不知道反攻计划 只有扎鲁日内,希尔斯基等少数人知情 现在看来呢,无许在巴赫摩特两翼发动反攻的可能性 也不见得比在扎波罗热发动反攻更小 希尔斯基在最近的一个月中多次光顾这里 他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鼓舞士气就进出这里七八次 他的频繁造访说不定正在酝酿大计划 好,咱们来看援助方面的消息 一,丹麦代理国防部长证实 第一辆暴雨坦克将于6月1日前准备好部署 备件和弹药也将移交 乌克兰坦克成员已经在国外接受这些车辆的培训 因此他们将能够立即将他们投入使用 不过,如果乌克兰军队和大部分西方军事观察家们 和我们预料的那样 在5月份发动反攻的话 收到这些暴雨坦克的时候 已经是乌克兰军队发动袭击的数周后 但这也不意味着暴雨坦克将毫无用处 反攻未必是一次性的 也不是一定只进行一次 42吨的暴雨坦克 虽然装甲肯定不如暴二或者挑战者二 但依然是主战坦克 他们的L7型105毫米坦克炮 和不错的光学电气系统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水准 在辅助步兵建工 系统次有地段防线等多方面 依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样就可以把宝贵的性能参数更好的坦克翻离出来 用于决定性的地段的突破 二,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PCS2000和爱国者系统 并提供新的翻客装甲车 在此次战争中 荷兰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坚决的援助 比如批栽持2000自走炮 爱国者系统和鲍二鲍鱼主战坦克等 俄罗斯做梦也没有想到 否认击落马航客机导致100多名荷兰乘客殒命 会遭致这么严重的报复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还是一个比拳头大就可以横行霸道的事件 如果不尊重道义 一个国家前进的路上肯定少不了坑坑洼洼 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欧洲投资银行 将在2023年不款15亿欧元用于恢复奥德萨地区的社会基础建设 由于战乱 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几个州目前无法接受投资 而奥德萨作为一个能够对乌克兰全国提供支持的州 率先得到外部支持 昨天节目中咱们已经说了 乌克兰军司令亲自确认 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了俄军 号称不可能被拦截的金战尔高超音速导弹 今天咱们做一点小小的补充 吹嘘一下乌克兰军队创造奇迹的能力 一,爱国者三毁伤力的由来 最初的时候爱国者是单纯的防空系统 到了1981年PACE诞生 增加了反导能力 雷达的对高探测角度从25度提升到了89度 能防头顶的弹道导弹了 不过PACE采用的仍然是早期对空破片战斗部 其爆炸破片不足以毁伤导弹 所以仅过了五年就被PACE-2取代 这也是目前装备量最大的爱国者系统 PACE-2具备4.1马赫的飞行速度 而且有更强大的引导头 使得极限射程达到了120公里以上 真正的成为了远程防空反导系统 在科威特迎战伊拉克飞毛推导弹的就是PACE-2 不过那个时候的PACE-2还有各种问题 导致真正的拦截率并不高 后来美军继续研发爱国者系统 终于在2000年推出了MIM-104F 也就是PACE-3型反导拦截弹 这一代的变化比较大 除了更快的飞行速度和可以承受更大的转弯过载之外 PACE-3体型更小 原先装一发PACE-2的空间足够装下四发PACE-3 最大的变化还在于毁伤机制的改变 由于PACE-2弹头爆炸形成的破片依然太小 还是难以确保撞毁来袭导弹坚硬厚重的外壳 PACE-3采用了动能撞毁的思路 弹头内置24枚大型钢制破片 在来袭弹与PACE-3拦截弹超过10倍因素的相对速度下 大型钢制破片 足以在来袭弹山上打出若干孔洞 从而彻底击毁来袭弹 这次被拦截的金扎尔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已经被打了一个大洞 这就是动能毁伤的效果 如果是换成PACE-2 金扎破片还真的未必能打穿金扎尔厚实的弹头外壳 而金扎尔到底算不算高超音速导弹 对于这个问题还确实存在争乱 金扎尔是空射型的伊斯坎德尔 在飞行中段它确实是可以飞出近10倍因素的速度 但是它在飞行末端 也就是下降准备击中目标时 往往会下降到2到3倍因素的飞行速度 为的是减少热胀效应 让引导头瞄准目标 所以金扎尔也好 伊斯坎德尔也好 很难被看作是完全超高音速导弹 有趣的是 此前有人说金扎尔不算是真正的超高音速导弹时 军邦博主们群起而共之 似乎只要是他们的恶祖的 就一定是好的 是不容坏人怀疑的 现在金扎尔被拦截了 估计军邦博主们正在连夜写稿子 乱证金扎尔并非真正的超高音速导弹 所以爱国者也就不过如此了 三 不要忘记 爱国者系统的乌克兰操作员是仅仅用了十周的培训速成的 这帮学员无论是在美国学的还是在德国学的 他们连走时 教官都称赞 这是他们带过的最好的学员 果然 人家回来没几天就打出了世界战史上的一项记录 乌军肯定是挑选了具备丰富作战经验 熟悉外语并且头脑聪明的操作员去接受培训的 然而爱国者一般培训周期需要25周 他们仅仅用了十周就完成 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打出了记录 还是不由的让我们十分的赞叹和自豪 开战一年多了 乌克兰人最让我们惊叹的 不仅是他们的临危不惧 屡屡打出绝地反击 还有他们体现出来的专业精神和博爱情怀 与俄军阵地乱七八糟 污水横流 废品遍地 甚至部分俄军选择跟猪住在一起 截然不同 乌军战壕总是尽可能的收拾的干干净净 他们热爱小动物 他们有爱而且团结 他们曾是大学教授 音乐家 足球运动员 政府官员 银行家 与俄军征召监狱里的囚犯上战场作战截然不同 虽然如此精英死在前线令人无比的惋惜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正因为乌克兰精英们纷纷投身航武 所以他们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西方陷进武器的使用方法 并且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战场上打出令人惊叹的佳戒 这样的一个国家 正令人刮目相看 他们绝非决盟博主和俄校们嘴巴里的不好的国家 只要摆脱了俄罗斯恶怜的掣肘 他们肯定能一飞冲天 成为一个自由自信自强的国家 我们十分看好乌克兰的前景 祝愿他们尽快获得全面和彻底的胜利 早日走向和平与幸福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